所以人老的时候 那什么最重要的 念佛往生净土最重要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 最好啊 念到像海贤豪上这样最好 他这样 人家说要帮他触念 他说不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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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给我触念 不可靠 不可靠 那我自己念就可以了 所以他往生前 前几天晚上还在菜园 挖地 挖到很晚 人家欠食物这么晚的 你就不要做了 太辛苦了 他说好了好了 这些做完就不做了 第二天大概凌晨三点他就走了 那早上人家去 看师傅没有出来吃饭 请师傅出来吃饭 一进去 看他躺在床上 衣服穿得整整齐齐 旁边衣服也值得整整齐齐 他走了 一大早 大家都在睡觉还没起来 安安静静 走了 走 靠心 通道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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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那这个是最理想的 也不会跟人家吵 不会在那里 如果是跟人家讲说要往生 这个哭那个哭 那就很麻烦了 所以锅肉酱 那也是 什么时候走 大家不知道 当然这个是最好 当然这个要有功夫 所以地贤老法师的徒弟 锅肉酱 他念头往生站三天 地贤老法师 他的徒弟是不认识子的 只会认得去拿摩阿弥陀 那师父教他 念累了就休息 休息了再念 但念了 站了三天走了 他的师父 地贤老法师是天台宗主师 一代奖金大法师 奖金讲到 口出莲花 你看那个奖金 讲得有多感灵 谁能跟他比 但是地牢 他往生的时候 不如他那个 不认识的徒弟 锅肉酱 地牢往生的时候 也是病苦 那么他们是修天台宗的 他临终 也是事件病苦 他的徒弟说 师父啊 那你平常不是都教我们 空脚中三观吗 天台宗修三指三观 观空观甲 观宗 观一切法 是空的 是假的 是宗 宗道 他徒弟就跟他讲 他说 这个 师父啊 那你的祖师啊 你都教我们 子观啊 现在呢 你生病了 那把那个病啊 观空 那不就没病了吗 那个地牢说 观是假的啦 病是真的啦 那么这个谭西老法师 我们大家有看过的一本影城回忆彭老 谭老是跟地老啊 写讲经的 他东北人 他也是佛到九十几岁 那常常讲经常常给人家讲啊 这个锅肉酱那个故事也是他讲的啊 那么郑西斌啊 那个基士啊 志在王子也是他讲的啊 还有那个修武法师啊 是哈尔满啊 哈尔满啊 那个厨家人他也是大老出的啊 就是要去做妇法啊 那结果借场给谭老 那边去开戒 主持这个传戒 他发心去做义工 结果 第二天就给谭老 说他要告假 谭老 这个修行比较好 修养好 没有怪他 那个当家师啊 定西法师就 就就就 就指备他了 那你这个发心里 第二天就要走 这个戒 都还没有开始 你就要走 这个发什么心呢 我不是回家啦 我是回极乐世界老家啦 大家一听 这个那 那不一样啊 他的要求啊 弄一个地方 让他往生 结果第三天 坐在那里啊 做话了 这个都是 谭老讲故事啊 讲经的时候 讲给大家听的 那谭老 晚年是在香港往生的 九十几岁 在乡场有组织过一次佛期 有录音带 他那个东北口音 很难听得懂 后来我们请东北的通修 听听听 老上他也听听听 后来把他打成文字搞 这个谭老 他是 学中医的 以前还没有出家 在东北开中药铺 他懂得医道 临终的时候呢 也是病苦啊 那么他的徒弟说 师父啊 你平常讲 什么站着往生 坐着往生 师父你现在大概要躺着往生 你爬不起来 你爬不起来 那个谭老说 我还是可以坐着往生啊 你们把我扶起来吧 我说扶起来啊 坐着就往生了 那这是奖经大法师 天台中的那个功夫都很了得的 你看啊 这个这个 地老去赞叹他那个锅肉酱徒弟 他说 奖经大法师 天下那个主持大道场的方丈 那些那些什么什么 都不能跟你比啊 真的一点不假 他的师父都输他了啊 那可见得 大家从这个地方 奖经是信节啊 念佛是行啊 信念行啊 可见得他念这句佛号啊 的功德 所以有人就去请问 阴光主持 说这个地老呢 奖经讲得这么好 讲到口出莲花那种感应 但临终好像那个瑞相不是很稀有啊 这个问的是比较含蓄啦 那临终还是有视线有病痛啦 那阴光主持就是说 他就是 讲的比较多 那用在这个念佛啊 就比较少 所以 不如他那个土地 那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啊 大概什么都不要啦 你就把我抓住这句佛号 那真的是 第一大善啊 念佛是第一大善啊 但是可惜大家就是不知道啊 所以这些主事大德都实现给我们看 我们从这个地方啊 我们从这个地方啊要结悟 那现在我们老上也实现这样给我们看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 那奖经说法谁能跟老上比较 连他的老师啊 讲的都比他少了 所以我们老上现在一身奖经啊 那个奖记我们现在在整理啊 那么奖经是信节 行还是你要加强恋佛 所以夏老吉士讲啊 抢救一记是一记的 这句话 很有含义的 我们听起来好像 什么叫抢救呢 你抢救一记是一记 那可见得说 这个一记 那这个一记都不要让它空过啊 要抢救啊 大概看到我们都不认真念佛 所以说要抢救 如果像那个海贤老上啊 片刻不丢失 那时时刻刻不忘记念佛 那个都没问题 所以定佛啊还是很重要 讲经听经帮助我们信节 帮助我们断除疑佛 那么信节行正 信节之后就行了 才能够去正 正就是往生了 所以佛菩萨主持大德啊 有视线是在往生的 有视线病苦的 通通是在 启发我们 启发我们啊 要觉悟 知道啊 世间苦啊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